ok好的啊那我下面跟大家分享分享前面呢讲过两节了一节了我们是讲了plaza另外一节了是讲了主要是农场 那么呢我估计呢可能有一些我看这里面有一些好像上次两次都听过的朋友们也谢谢大家了来捧我的场在这呢我还是要像前两次一样还是跟大家声明一下就是说我讲的了就是限于我的这个认知对吧限于这个我自己的一些经验那么也有可能呢跟大家的认知和经验呢可能不相符的 对吧因为这个世界很大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也有自己这个的主意啊也有这个适合自己的东西对吧我觉得呢没有对错啊我一直其实都是这个观点没有对错啊只有是是不是适合自己对吧找到自己的路啊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家嘛说白了那都想去做投资去赚钱嘛对吧那么呢赚钱了那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呢可能赚的比较多有时候呢可能还交点学费 所以这个呢地产也是一样那么呢17年呃就像民宅然后大家当时呢这个楼花或者是住宅了炒得挺高的那完了以后呢呃后来这个呃政策的出现就是对海外这个呃买家的这个限制那导致了就是说又下去了但是呢大家只要坚持住啊 其实呢你看现在又回来了对吧嗯好的我们这个呃闲话呢就少聊啊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今天呢我们来讲讲hotel呃hotel了呃这个这个我就把它过掉了啊因为那个上次其实在讲农场的时候大概提到过一下那么呢呃呃我们一个商业的类型的分类啊还有呢大概 这些一些主流的还有呢一些非主流的那么呢包括了一些一些当时我们分享的就是说呃呃商业的一些数据对呃hotel呢实际上呢我个人来说呢我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因为我自己的第一个商业物业呃说实话就是帮朋友买的hotel 买的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啊瀑布那边没到瀑布就是啊新的那个hotel的mall啊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在Naragua on the lake那个小镇上啊然后呢我们是当时呢去买了第一家啊就是那是我的第一个商业物业啊我们去买了这个一个酒店它是有118个房间啊啊完了以后大概是九年新啊是一个带品牌的酒店 呃呃他当时卖出来了呃呃我记得很清楚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就是说呢他是一个连锁酒店那么所以说呢酒店要求他一般来说十年了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装修那么呢这个老头呢呃他们家族呢去了瀑布了大概有60年了有60年了然后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啊他们当然他们也有好几个酒店 呃呃那品牌给他的呃下的这个律师通知后面又下的律师函然后他还是不理他就是他就是觉得那我就跟你扛一扛结果呢就是说酒店就直接明确告诉他我不跟我这个品牌不跟你学那么呢这样一来呢他一下就慌了神了啊慌了神呢完了以后他就寻求就是说在市场上去一个有一个出售但是呢他也是off market去出售的 因为像酒店呀啊大的plaza呀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商业物业呢其实很多他都是off market的啊我们上次也提过industrial实际上比较除外因为这个industrial呢他比较特殊呃很多呢他都是呃自己不用了呃或者是说呢他们要转换方向了所以说呢他们industrial挂出来的很多当然了呃也跟这些年这个industrial的这个 大概五六年来一直在水涨船高因为他的需求呢比较旺盛一些啊有关系那么所以说industrial呢挂出来的比较多也不是全部啊呃尤其是industrial他也有了一种比较小的嘛所以说呢挂出来的比较多但是像酒店呀plaza呀啊办公楼啊这些很多呢呃大家都知道还是以安排的形式存在的那我们当时也是聚焉巧合因为有一个朋友呢他要去买那么啊 啊我们就通过各方面去寻找后来是呢通过一个做商业地产的律师啊后来找到这个dl啊啊刚好呢啊我们也去看了以后觉得哎他这个实际也不错那么呢他也有他的需求所以说他也没有说是啊over price去要什么的啊要这个市场的价钱那么呢后来我们很快啊就把它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呢啊我客户呢他也是委托了这个啊 我们帮他找了谈了几个就是说做这个呃酒店管理的因为酒店的管理呢确确实实呢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说hospitality呢这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呃非常专业的行业这个还跟嗯我们去管管这个民宅呀管管甚至plaza呀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plaza呢他更多的是一个lease签好的合同那么呢支票都已经交到你这来了 那么呃其实我们平常要做的一些管理呢相对比较简单对吧减草残血有了有了什么呃坏损坏的地方需要去修一修对吧到时候呢过些年像屋顶一样换这些东西也不是经常性的就是二三十年才换一次的但是呢酒店 他是一个daily的这个呃就是job那么每天有人要住店每天呢就是说 要打扫啊完了以后呢啊这个还有呢就是说要做promote去promote自己的品牌当然这个呢实际上大部分呢都是这个酒店本身的这个管理公司啊sorry酒店的品牌去帮助大家promote了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酒店的品牌他们都有自己的网站都有自己的去做这个promote的这个花的这个钱对吧 因为他们也是想各个franchise就是说来收我们这些呃酒店的这个嗯owner的费用啊通过每年收啊通过每年收然后来支撑他们这个去把这个品牌呢打造打造出来让大家来住的这个过程的啊那么当然了有时候呢可能还要去谈一谈这个因为有的很多酒店有这个conference号对吧 那么了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酒店的这个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酒店的这个conference的room啊这些都利用起来啊那所以说可能还要去啊本地local做一做promote呀就是说当地的公司呀啊这个啊包括了就是说有这个婚礼呀啊各个方面那我们也是要去做一做promote才能把这个事做好所以说呢酒店呢 嗯确确确实实实呢呃他是一个很好的asset但是呢他也确实比其他的property挑战了要更多一些啊那么呢呃我们大概来跟大家再聊一聊就是说呃酒店的这个情况因为那个呃其实呢呃中我相信我不知道就是说咱们呃今天的大家里面有没有人在中国做过酒店的啊 啊我跟中国做过酒店的呢呃呃也是去都呃交流过那么中国的很多酒店呢跟这边呢呢玩法不一样啊呃中国的酒店的利润率更高啊呃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整个酒店是他租下来的那么他只是每个每个每年他是付租金的那么当然装修正常都是自己的呃所以说呢他这个起初的成本投入比较少 但是我们北美呢 绝大部分个别有这个list hold的 就是说他地不是他自己的 那么呢可能是市政府的 可能是别人的 那么他这个建筑物在上面 他比如说他住了99年 这个呢在Finch和Young那边有一个酒店 其实那个酒店也不错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们租了政府呢 99年这个building和地 都是属于这个政府的 那么呢现在呢我记得 当时这个我们也去下过offer 当时我们下offer的时候呢 我记得大概应该有 他还剩个六十几年 回报率是不错的 他租的呢 所以他的地税呢相对的也比较低 所以各有各的优势 那如果我们去追求回报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这种酒店 那我们去追求一个 我们想要土地 想要整个building都是我们自己的 那么我们的相对的前期投入呢 可能会大一些 但是呢跟国内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呢 这个土地和这个building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自己的 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这个还是还是有区别的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这是国内和这个这边的一个区别 那么呢 还有一些区别呢 就是说 国内的这个号称五星级的呢 实际上呢 在咱们这边呢 很多呢只能排到这个四星的位置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在咱们加拿大吧 就是说咱们可以分成start 按照start来分 就是说比如说 super five star 甚至七星级的呢 迪拜那边才有 七星级的 就我知道的 加拿大应该是没有的 当然呢 七星可能它也是号称七星 对吧 加拿大呢 其实咱们这边呢 就是说五星的呢 基本上呢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有这个Fermont York那边 Union Station那边 然后呢 还有这个Hotel X 这也是一个比较低调的 高端的酒店 然后还有这个Four Seasons 四季 对吧 Ritz Carton Sangarina 基本上呢 其实就这几个 Trump呢 Trump当时呢 也是 就是Trump Hotel呢 当时也是号称五星的 当时 而且我当时认识一个中东人 他们呢 当时去 下过这个Trump Hotel 大概也在1516年左右吧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他们下的是一个多亿 一个多亿 但是呢 后来呢 是因为觉得就是说 他这个Trump Hotel呢 他后面的这个 就是有些债权呀 有些什么东西呀 就比较复杂 所以说呢 他们就没有再进行下去 那么呢 四星的呢 咱们一般来说呢 就是西尔顿 还有那个Sherryton 包括那个One King West White Oak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White Oak 这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 做这个度假旅游的 因为呢 他的Facility特别大 他的那个室内的 就是说打网球的地方 室内的 他有四个可以打网球的地方 他只是他的Facility的一部分 在六个小时之内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四个打网球的 转变成一个这个 就是说做Semi的 做展览的 做Show的地方 因为呢 地方比较大嘛 然后呢 他还 他还是这个安省的 这个 板球 训练俱乐部和 这个比赛的场地 因为他这个壁球 哦 sorry 壁球 他这个壁球的 这个设施呢 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多 还有呢 他还有这个 室内泳池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说他班区的号也很 也很多 所以说呢 冬天他们那边的生意呢 其实就特别的好 因为很多公司呢 在他们那边 做Seminar 开这个开会 包括Christmas的party 很多大的公司 像奔驰啊 因为这个酒店 我们也去谈过的 对 呃 谈去过三四次 后来都是 对着了 就是说把这个会计师 两边都把会计师都带过去 然后都对过 但是呢 呃 最终呢 还是那个 呃 因为买家的总统原因 后来的我们就没有再继续 嗯 当然还有那个 Wisstein 然后呢 呃 凯越 Delta DoubleTree Intercontinental 下面的一些品牌 对吧 这些呢 咱们都是属于四星的 这个呢 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熟悉 对 呃 四星的呢 呃 其实 呃 中 我们买的不多 呃 后来买了一部分 呃 基本上都是被中东的大佬买买走的 因为呃 他们这个钱相对来说呢 可能赚的比较容易 对吧 呃 所以说呢 呃 地下挖一挖嘛 对吧 就就就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呃 他们呢 也比较 也比较追求这个奢华的品牌 就是说高端的品牌 比较有面子 呃 所以说呢 呃 他们呢 买这种五星的比较多 呃 我们呢 中国人呢 我觉得比较务实 我们买的 大部分中国人买的务实 买的最多的 实际上是三星的 就像Harding呀 Hampting呀 呃 Staybridge这些 大家可能都比较都比较清楚 哈 Corey area 呃 I'm C-Suite 啊 那么呢 Standerman可能大家不一定特别清楚 呃 Standerman这个呢 呃 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他呃 在安神 我去过的有三个 一个是在机场旁边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在去南等路上 在401旁边的啊 QW旁边还有一个 对 QW去瀑布的路上还有一个啊 Standerman这个呢 也蛮好的一个品牌 虽然他不是这种 就是说特别啊 popular的品牌 但是呢 他的呃 这个酒店给人的感觉也是挺低调 然后呢 啊 非常的干净啊 也比较有有有格调一点 对啊 所以说我个人就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啊 呃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大家买三星的多 因为 三星的 大概在100到150个房间之间的啊 这个是大家是有数学统计的 就是说这个是盈利盈利点最好的 那么呢 如果说大家喜欢就是说有面子一点 对吧 有班贵号一点 那么呢 实际上呢 买四星的也也OK的 因为呢 呃 咱们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 可能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一些 对吧 啊 包括那个啊 咱们华人也有持有四星级的酒店的啊 像那个酒啊 那边那样 其实当时我们也去下过的 但是呢 就差了一点啊 后来也是被我们中国人 其他的中国人买走嘛 这个这个其实大家我估计可能都很清楚啊 那么呢 呃 那九年也不错啊 低挺大的 对 呃 就现在来说了 他们的争执也不错啊 呃 但是呢 对于呃 这一般的这个呃 个人来说呢 呃 可能买三星呢 是一个或者甚至是两星的 可能是一个更加务实的选择 呃 呃 因为在这个阶段上呢 其实呢 呃 大家这个挣钱的几率是更好的 呃 因为三星的酒店呢 呃 或者是说两星办吧 两星的这种 他没有什么奢华的装饰 他也 很多呢 他也连那个 呃 他也没有班会号 啊 有些有 有些有 啊 但是有些了 很多都没有的 他只有只有一个餐厅 那么呢 呃 只有这个呃 比较呃 务实的这种地方 他不会去浪费的 那么呢 这样他的成本呢 整体呢 第一 比较下降比较多 第二呢 大家三星的这个售动面 啊 更广 因为呢呃 呃一百一百来块钱 对吧 一百多一点 忘记的话 可能两百多 那么呢呃呃 这个呢 大家都能接受 对吧 呃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我们呢 也能够招揽到啊 更多的客源 那就像我 呃 一五年初帮朋友买的 那个 呃 他们的平均的入住率 基本上呢 虽然是在旅游区那边啊 因为那个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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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旅游区嘛 虽然在旅游区那边 但是呢 他们的入住率呢 也达到了75%以上啊 经营效率还是蛮好的 呃 呃 去年的时候呢 他们是比较差的 他们最差的时候呢 大概是不到20%的入住率 但是呢 今年的7月份啊 他们都已经pick up到 啊80%往上了 这个也是让我非常非常惊讶的 因为我我都没有想到 他们的入住率呢啊 还那么好 呃 当然了 就是说呃 我们也观察到其实 在一些离城市比较近的地方 那么呢 像呃 我有朋友他有一个 他他有一个呃 long term stay的这种酒店 在旺市那边啊 他呢 那边呢 实际上呢 呃 就算是在疫情中间 他也一直保持了百分之六十几的入住率 呃 那么呢 呃 当然也有些特殊的原因 对他这个酒店来说 因为呢 他有这种政府的contractor 就是说做给政府修路呀 呃 做公共建设的维护呀 呃 他有一些这个政府的contractor 在那里 实际上这是政府政府来来跟他做结算的 那么呢 所以说呢 呃 他的入住率呢 其实整个疫情期间一直都还都还蛮好的 对 呃 咱们那个 当然呢 我 我觉得就是说 呃 两星的或者两星半的 咱们有啊 这个Best Western呀 这个是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熟的 呃 我自己也住过 很多人我相信也住过 Comfort Inn呀 对吧 呃 就我的了解 就是我我个人来说呢 我没有 没有怎么帮朋友买过Motel 但是呢 就我个人的了解呢 就是说 其实呃 咱们很多华人还是愿意去试一试Motel 虽然说呢 虽然说呢 Motel呢 是这个呃 这个印度人占主力哈 呃 其实在安省的酒店呃 印度人也是占挺大的主力的 说实话 他们这个主意呢 占很大的这个呃 呃 呃 占很大比例 呃 那么呢 尤其是在这个呃 GTA地区 那么出GTA地区呢 就我们了解的了 有这个有欧洲裔的 你像在哈 在哈密尔腾呀 在那边西边呢 呃 他们是那个呃 这个 我想想他是意大利裔的过来的 对 然后呢 在东边呢 还有东欧裔的啊 在那个瀑布那边呢 他们有很多 也是以前从东欧过来的 他们去瀑布很多年了啊 五六十年啊 这种家族 他们呢拥有的也挺多的 呃 那么呢 那我们呃 华人呢 其实有很多人呢 呃 就是说也想去尝试一下 这个Motel 因为毕竟呢 可能Motel呢 他比较好上手 对吧 呃 资金的占用量也不大 呃 呃 又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 呃 Motel 他的呃 一般来说呢 间数比较少 然后呢 他的那个呃 相对比较偏远一些啊 就算是你在瀑布的 其实很多呢 你也是在这个呃 内接里面 很多 但是呢 东西也很 这个也很明显 他的经济的程度呢 受这个美国的经济的好坏 和这个美元加币的这个汇率比啊 那是很明显的 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 也发现这个事儿 好 美国的经济如果特别好 大家愿意花钱 那么呢 就很明显 就是说瀑布啊 整个瀑布那边的这个酒店呢 就 回报率就好一些 因为住的多 那如果说是美国经济不好 那么呢 就差一些 还有呢 如果说是美元对加币高 那么呢 他们也更愿意到加拿大来 对吧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占便宜了 其实对我们也一样 如果加币高了 我们也宁愿 本来没打算去美国 我加币对美金现在涨了 那么呢 我可能就去了 对吧 因为我觉得 我实际上是比以前省了钱了嘛 对吧 省钱 挣钱是不容易的 那省钱大家都挺开心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就瀑布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地区 当然了 你像我们这个 GTA整个地区呢 那么呢 包括 机场 那既然 既然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就跟大家这个延伸一下吧 就是说 就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情况来看了 就是说 咱们把这个 酒店了 咱们分成几块 这个我 就我还没有写在这个 这个这个PPT里面 一块呢 就是说 咱们是近一点的 就是说 GTA的东边的 沿着401沿线的 第二块呢 那就是说了 这个 Dowtown区域的 因为 Dowtown区域的呢 除了旅游 其实很大部分 他们是商务 那么呢 这个商务的这个需求呢 对他们的影响是挺大的 所以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疫情期间呢 Dowtown都Dowtown的这些 酒店的这个 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 总体来说都大 只不过是我们发现 那个百分比呢 可能就有时候更大一点 因为商务活动 一下子骤然减少 那么呢 他们 而且呢 很多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revenue呢 是从这个 Bankway的号呀 是从做各种 Seminar呀 婚礼呀 从这方面 来收取这个收益 那么呢 在疫情期间 然后呢 另外一块呢 咱们就是机场附近 机场附近 它也比较独特 其实 机场附近的这个 总体的这个 受影响呢 相对比其他地区要少 那么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虽然说 来来往往的游客 少了 但是呢 机场附近的这个酒店呢 它毕竟 它还是有飞机的航班的 那么呢 第二呢 它还是要隔离嘛 当时政府不是也出了 就是说强制性的三天隔离 所以说 机场附近的很多酒店呢 实际上就作为 隔离处了 那么呢 这个对他们这个 入住率的提升呢 实际上呢 还是挺有帮助的 所以机场的酒店呢 在整个疫情期间 他们的这个入住率 是影响相对其他地方呢 是比较小的 那么呢 还有呢 就是说 咱们是一块呢 就是说在 万景和这个 列士文山 其中的这个中轴线吧 咱们就可以说是Hive 7 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这个商务呢 还有呢 就是说 咱们那个北边一点的呢 去办各种活动啊 办客户号啊 比较多 那么呢 就像 就像大家都比较 熟人祥的 就是说 可能经常都参加过的 就是在Hive 7 那边的酒店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说 在这个 404和这个Hive 7 的Delta那边 下面也 也经常有活动 包括 就是说 咱们那个Hive 7 和这个 Leslie这边的酒店 所以说呢 很多呢 也是在酒店里边办的 这包括 就是说 在这个Hive 7的两边 有一些 Long Term Stay的 那么呢 我有些朋友呢 他们从外省来 或者是从国内来 他们其实都挺喜欢住的那边的 因为他都是套间嘛 还有个小厨房 冰箱 对吧 什么都有 如果你 你待的时间长一点 就是说 准备待个三五天 一周时间 其实那种地方呢 其实是待起来 更加舒服的一个地方 因为呢 就像一个小家一样吧 所以说那边呢 也是制成一个系统 然后再往北走 咱们估计过了 这个Richmond Hill 再往北了 其实呢 酒店第一就比较少了 第二点呢 其实他的那个 就是说住的 这个受众人群 就比较 就比较少了 当然呢 咱们沿着404 一直在向北 向北 咱们到Lake Simico那边 那边呢 其实更多的 我们其实有一些result 包括这个Lake Simico的 南边的湖边 对吧 当时呢 我们17年 也是帮朋友去买了 那个result 地挺大的 沿着湖呢 有140个一个的地 带这个Golf球场 带主体建筑 还带这个cottage 十几个cottage 还有这个可开发的地 现在呢 他们那个生殖呢 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然后呢 其实呢 咱们也发现 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呢 实际上这个北边的 就是说包括Aurelia 那边有一些 也有一些小的result 对吧 带cottage之类的 然后他们的生意呢 其实还是不错的 包括咱们可能 疫情期间的时候 有一个小网红酒店 对吧 叫做 号称这个 咱们那个多文多的 小威尼斯 对吧 那边 其实上次 我在这个 说这个cottage的时候呢 那个 那个课程里边 实际上 我跟大家提到过 提到过一句 他们也是 就是说 因为这个疫情嘛 大家都偏向于去远的地方 对吧 那么呢 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那边呢 其实也是去了很多人 以前呢 其实不是太知名的 但是就因为这个疫情呢 火了一下 那么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 Leak Simico旁边的呢 这些result呀 或者是带cottage的result 他们那个生意 基本上也是非常的好的 这个比 客观的说 他们比 这个covid之前的 这个生意 还要好得多 那么这是一个特例 对 因为大家都想跑出去嘛 拥抱大自然嘛 北边的咱们说完了 当然了 可能在那个 在北边 就是说 Moscowka那边呢 也有一些挺精品的 这种酒店 其实房间数 可能不是太多 几十个房间 但是他们打造的 就是说是更加的精品 那这个事实上 我们就可以把它 统一成做result 这种酒店 那么它主要是做 service服务的 它不是说 只是去住一下 它是为了 体验 当地的这个 风俗民情 体验这个文化 体验景色 包括呢 就是说体验酒店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 有的酒店 spar就做得特别好 对吧 有的呢 可能它有温泉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些呢 就是我们一般叫 boutique的酒店 就有他们的 自己的特色的 咱们在往 在沿着401 往西走 那么呢 哈维尔等那边呢 其实和Ockville 这边一体了 我们可以把它画一个大圈 就是那边呢 沿着这个 KUW和401 都有一些酒店 尤其是沿着这个 KUW和403的 那么呢 他们可以画的一个群体吧 那边的酒店呢 他们其实 生意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们在高速的沿线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以前呢 这个 为什么酒店呢 都是建在这个 高速公路旁边的 因为大家以前 主要靠车嘛 开车 那我开到哪里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计划就在这停一下了 所以说呢 大家很方便 那大家都是北美嘛 它是车轮上的国家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基本上 都是沿着高速公路 沿线 建的比较多 以前 那哈密尔特那边呢 和这个 奥克威尔特这边呢 也是主要是以这个 很多是以这个 有一些这个 business的需求 就是商务的需求 为主的 那么呢 因为奥克威尔特呢 有的人可能不清楚 对吧 但是实际上奥克威尔特是 很多的 这个加拿大的大公司 的总部所在地 所以说呢 他们的这个 交流什么的 business的这种 travel也挺频繁的 哈密尔特呢 就是说 一个呢 就是说 他本身现在是努力 以前我们都知道 哈密尔特是一个工业城市 对吧 但是呢 这些年呢 他在努力转变了 转变成一个 以旅游和 这个大学为主的 这个 这个城市 去拉动他们的经济 大学那边也很明显 就是说 大家可能都要去看望 自己的这个 这个小孩 对吧 那实际上这个 入住的需求 也很 也很厉害的 你 你大学里边 有个三万四万的学生 对吧 那也有可能 这个七大姑八大姨 想去 想去看一下了 那有在那 在那跟他们吃个饭 聊聊天 其实也可能就住一晚上了 对吧 这就很自然的需求嘛 那所以说 哈密尔特那边的酒店呢 其实入住率啊 什么的 也都还是不错的 再往西走 那么当然了 就是说 沃特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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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沃特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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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三个 三个那个 金三角城市 那边呢 也成一个体系 也是靠 主要是靠大学 还有新的一些科技 因为呢 沃特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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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chener呀 他们那边呢 就是说 因为学校比较多嘛 所以说呢 他们也是 通过学校 来拉动这个经济 也有 也那边的酒店呢 也还 速度率还OK的 都比较正常 但是在COVID的期间 因为很多 其实很多大学 都不开学嘛 那所以说 影响也比较大 最后呢 就是说 再往美国的边境走了 其实咱们就是说 就是说 在这个瀑布那边 温沙那些地方 咱太远了 咱们就不用去提了 对吧 因为我 我个人来说 我只到温沙呀 雷明腾那边 看过农场 但是温沙的酒店 我说实话 我真没有看过 因为确实太远 那么呢 远远呢 它可能就好处 就是说 它这个 比较 加价位上 比较优惠一些 Cap rate高一点 但是呢 远的不利 也是很明显的 那么呢 你自己想去看一看的话 你可能很难管理 对吧 那有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是说 你本身的这个土地的 这个升值 可能呢 就要差一点 对吧 因为酒店嘛 它也跟你这个土地的关系 你土地大 近 那么呢 你土地的升值 每年也是比较可观的 对吧 所以说呢 那边 我就不再去做总结了 因为我确实 我自己都没有去看过 南德那边呢 其实也不错的 南德那边 当时我们去下过 市中心的两个酒店 对 让我想想 对 这个按照地域的方 按照地域来 来介绍这块了 基本上呢 我觉得呢 咱们按照地域 地域就介绍了这儿 刚才也是 咱们按照这个星级 咱们给分了一下 对吧 地域分了一下 对吧 那么呢 还有呢 就是说 按品牌来分 按品牌来分呢 一般大的品牌啊 你像 你像这个 Mariatt Hilton 包括那个 Intercontinental 对吧 这些 这些呢 他们实际上呢 都有他们自己 内部的一个品牌定位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是以这个 Mariatt 来举个例子 给大家 那个 聊一聊 那么大家有兴趣 的话呢 也可以呢 去自己去查一查 就是说 其他的这种酒店的集团 有什么 那么呢 一般来说呢 他们 酒店内部呢 他们都分成 就是说四种 有的可能三种 Mariatt 他的品牌呢 算是比较多的 所以他分的比较全 他第一呢 他分了一个 Luxury的 那就是说 Ritz Carton 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他一个 Luxury 但是小众的品牌 叫做 The Luxury Collection 然后还有Edison Edison呢 他也是一个 比较 小众的 他小资的 一个品牌吧 也是 比较一个 比较新的品牌 Strages 这个我自己都没有去过 说实话 不知道 不知道是有什么 特别的特点 W大家都知道了 虽然不多 但是呢 基本上呢 W酒店都是 比较地标性的建筑 还有是GW Marriott 然后呢 PRE 他还有一些 PRE 下一个层级呢 他叫PREMIUM的 就是说 基本上呢 他这都是属于四星 或者是三星版的 对吧 基本上四星的吧 他就包括了 这个 长支的 这个Mariatt 这个Derta 对吧 Sheriton Wisting R酒店 R酒店 跟W一样 他也都是比较 小众一点 但是呢 他这个 也蛮好的 Design 他是最近 这两 这几年吧 他想打造的 一个新的品牌 就符合年轻人的 这种更加 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阶段 这个年龄层次的 一个 一个品牌 对 他这个Select 实际上就平常 我们说的这个 三星呢 基本上就是 Cortier的 对吧 Fallpoint Fellfield Loft Maxi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 他 就是这几年 才打造的 一个品牌 一个子品牌 对 我们平常 可能很多都住过 什么Fallpoint Cortier的 对吧 Fellfield 这都住过 然后呢 其实每一个品牌呢 他都有一些 这个Long-term stay的 就是所谓的Long-term stay呢 就是说 你 他一般都是套房形式的 也就是说 他 有这个厨房 他可能还有电炉 你还可以做做饭 还有冰箱 对吧 完了以后呢 一般来说 可能是两室一厅 或者是这个一室一厅 看着自己需求 所以他基本上 都是套房形式的 这种呢 也蛮好的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 这种比较省人工 因为呢 大多数的这种套房的形式的呢 嗯 他是这样的 你住进去以后呢 他不是每天给你做打扫的 那只有你要求了 那他来给你做打扫 但是打扫一次是有价位的 那是你要单独付费的 那这个呢 对这个 长租型的人来说呢 他其实也没有必要 他天天做打扫 对吧 那所以说呢 这种呢 就是说从人工啊 从这个整体的成本上面来 其实省的还挺多的啊 那可能大家平常 建的多的就是townplace rendersin也挺多的 对 Mariot Exacto Apartment呢 这个建的比较少 这个呢 是他在这个自品牌的 一个比较高端的 就是说long-term state里边 一个比较高端的 嗯 所以说呢 嗯 我们如果要选择这个 呃 酒店的话 首先要问问自己 那么呢 哪一个最适合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location 啊 location近点的 GTA的可能就贵点 对吧 外面的 那相对来说呢 啊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cap rate吧 我们不说便宜贵贱 我们就是说 这个cap rate 那么 GTA的cap rate低点 对吧 GTA外面的cap rate 能够稍微买得高点 对吧 嗯 还有呢 呃 我们想喜欢什么样的brand 呃 我们对什么样的brand有感情 就像我也有客户碰到 他就对Mariot有感情 他就是喜欢Mariot 这个说不来 对吧 所以他一买 他就想买Mariot 可能呢 Mariot挣钱 投资回报 不一定 所以说每个人的需求呢 是不一样的 对 呃 没有对错 就是说 但是呢 就是看个人需求 然后呢 budget 就是 也就是说了 我们呢 准备付出了多少钱 来买这个酒店 对吧 呃 心急 当然如果想 如果是说纯粹从 这个呃 投资的角度 呃 赚钱的角度 那么呢 呃 我 我们个人的经验上 就是说 呃 买三斤的比较好一点 呃 但是呢 如果还有其他的需求 那么呢 当然了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 对吧 呃 还有呢 就是management 那么呢 management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考虑因素 呃 你是用自己来管理 还是你用一个local的 还是你用一个 international的 这个管理公司 来进行管理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对 呃 那么这个hotel一般来说呢 大家都看到很多 对吧 但是呢 呃 可能不知道怎么去买 呃 就是说 呃 那你 因为很多的 很多的都是酒店管理公司 去管理的 你也不知道 呃 业主在哪儿 那如果去问motel 呃 你卖不卖 那很可能呢 呃 你大概率还能碰到 这个呃 motel的这个owner 有可能啊 呃 呃 但是呢 对于这个呃 绝大多数的这个 两星三星的 网上的这些酒店来说呢 呃 基本上这种可能性 呃 基本上没有 因为呢 呃 要不然就是他在雇的人 呃 在管理 manager在管理 呃 要不然就是说呢 他是这个有专门的酒店管理 公司在管理 呃 呃 那我呢 呃 一般来说呢 呃 你也不知道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说呃 他能够呃 出来的呢 第一 或者他就是安排 或者就是说 我们的买家 呃 呃 他给我们界定了一个条件 你的budget 你的品牌 呃 你的location在哪里 那我们去帮他去找 实际上这就反过来了 不是说卖家去卖 而是说我们知道他的条件 那我们去approach卖家 呃 我们去approach hotel的owner 去把这个事情把他做了 对 呃 所以说呢 呃 这个 他这个是 这个事情呢 就是一个呃 比较比较复杂一点的 也比较费时费力的事情 对呃 而且呢 呃 我们还要知道 除了这个hotel owner 我们去approach他 我们还要 还要知道 那么呢 在他那个 嗯 location的market 那个位置 那么呢 正常的一个回报 是怎么样的 包括呢 酒店的装修 是什么样的 对吧 还有没有pay 还需要再做啊 很多的事情 对 呃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咱们都知道 就是说hotel的development 就是说呃 最近呢 也有一些人 就是说呃 问我就是说 那我去买块地 建个酒店可以吗 呃 当然是可以的 只要咱们的那个资金呢 相对比较充分 或者是说 只要咱们能够从市场上 募到资 这个不一定是贷款啊 也有可能呢 就是说咱们的一些朋友 呃 觉得还不错 那么呢 呃 其实各自投一些 那 那么呢 你有一个group 把前期的资金投进去 然后呢 后期建设的资金呢 其实也可以贷款的 呃 这个是个很多 不管你是建房子 建这个酒店 建加油站 建普拉达 都可以这么去操作 对吧 也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肯定 只要你这个第一有经验 第二点呢 就或者是说 能够雇用到有经验的团队来做 那么呢 第二点呢 就是说呃 你有相对好的这个呃 确定的管理公司 然后呢呃 比如说 那么呢 就是像我们用的一些 international这样的 那么呢 呃 其实借款方呢 在从某种程度上呢 啊 或者还有 就是说你是有品牌的 就是说你已经跟品牌商谈好了 我建好了 那么呢 按照你的要求建 那么呢 装修 那么完了以后呢 那我就用你的品牌 那么只要跟那个 franchise的这个呃 合同呢 能够签订呢 对咱们这个呢 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 对呃 所以说呢 那呃 离城市会远一点的地方 对 呃 那么呢 我是摘录了一下 就是说呃 大概呢呃 商业的地产公司 就是在呃 GTA的这个情况呢 想跟想跟大家聊一聊 对呃 哦对 还想跟大家呃 讲的 呃 就是说呃 去年 有很多的投资者 问我 有没有可以捡便宜的酒店 那么呢呃 我们也去找了很多 我们也去问了很多酒店的owner 呃 结论呢 是去年 在GTA这个范围内 呃 啊三星网上的酒店 呃 就我所知的 呃 没有成交的 那么呢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我们买家想去捡便宜 但是呢 这个便宜不好捡 第一 政府呢 给酒店都有补助 那么呢 你就像给那些租户的补助一样 给那些 Plaza的业主补助一样 那么呢 你的人员工资 你的营业额掉了多少 那么呢 只要在一定的限度以下 你都可以申请补助 包括这个人员工资的补助 我记得当时 我有朋友的 他们也是 呃 人员工资补助 70%到75%左右 所以说呢 政府的补助呢 给了他们挺大的信心 第二点呢 就是说能够拥有这些酒店的 不管是集团 还是个人 那么呢 他们都是比较welsy的 呃 可能 这段日子比较难过 嗯 钱没有赚的那么多 甚至 他可能还要贴一点进去 但是呢 嗯 他们正常都愿意来贴 我也不愿意去 建卖 因为我们去问了很多 那他们就给我说的是 哎 不要 你 你如果客人呢 是想要市场价的 打个5%的折扣 那么呢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如果你想要有个 15%的折扣 啊 你就不要浪费精力了啊 确实我们根本不会卖的 那么呢 我们问了很多的啊 实际上达付也都比较一致 非常惊人的一致 然后整个去年呢 我们在这个 呃 看到的呢 也确实整个GTA呢 没有什么成交的 那呃 看到有成交的呢 就是很偏远的地方的 啊 有一些成交的 这个确实有 那可能呢 确实那种熬不上去了 但是能够在GTA这边的呢 呃 或者甚至就是哈密尔德呀 啊 这些地方啊 那么呢 呃 大家可能都相对了 卖家也比较有实力 所以说呢 他们也不愿意去 在这个moment 去做妥协 呃 那么呢 我们其实去年去 下 也下过两三个 呃 呃 也算下的是减便宜的价钱 但是呃 最后人家都没有卖 都没有卖 呃 呃 所以说呢 我去年呢 呃 还挺亏对 呃 就是说 挺多值得信任的朋友的 因为他们都委托我 来帮着找酒店 但是确实是没办法 因为卖家不愿意卖嘛 我们 我们也没 我觉得也确实没有办法 对 呃 今年呢 呃 大概是呃 有一些 呃 这个sells pick up了 就像在这个呃 呃 啊 那边呢 有这个酒 有酒店卖掉的 然后呢 在东边也有酒店卖掉的 呃 逐渐的呢 就是说可能呢 这个市场呢 趋于正常化了 那么呢 呃 买家卖家呢 呃 也都比较市场化一些了 那么呢 这这就会有 DL的这个出镜 呃 如果是在 除非呢 就是说 真的 这个COVID的 在持续几年 那我相信呢 那酒店呢 可能 真的是有人撑不住 那那那甩卖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 呃 其实呢 酒店 整个酒店的这个行业在pick up 呃 当然了 呃 从贷款上面呢 说呢 银行可能现在还不是太支持贷款的 因为我看到了 就是说 嗯 几个买酒店的呢 他们基本上呢 都是当上的这种基金公司 呃 或者很大的贷款公司 他们来来来带出来的 那么银行呢 现在可能还是很谨慎的 那么呃 所以说呢 如果说 嗯 就算我们去买 除非我们有比较啊 很雄厚的这个资金成本 否则呢 呃 就是说现在酒店呢 呃 银行毕竟也还比较concern了 可能明年会好好很多 但是现在至少在这个moment 银行贷款那边呢 呃 他们也比较有concern 对 嗯 这个图表 其实呢 呃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National Investment Hotels 就是说从 全加拿大范围内 我们来看一下呢 呃 过去的这些 这些年 这个酒店呢 是怎么样一个投资的情况 呃 历史它总会repeat嘛 对吧 有时候有高 有时候有低 他呃 就像fashion一样 这个fashion也可能30年前40年前的呢 也有可能呢 在40年后成为了一种潮流 这个都说不清楚 那么呢呃 我们来看一下08年的话呢 实际上呢 那时候呢 酒店是 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后来 08年不是爆发了 金融危机 那么09年 啊 这个数字就下降了 就挺厉害的了 呃 10年 一直到 这个 16年 它是到了一个顶峰 啊 从从全加拿大角度来讲 啊 16年确实 当时呢 整个的交易呢 我们所经历的呢 跟这跟我们 个人的交易 也是比较相符的 16年呢 我们我们确实也是 那一年份 也是我们在所有年份里面交易 啊 数量最多的 啊 下来呢 就17年呢 它又有一点降温 啊 18年了啊 一下子降了 就比较厉害了 可能大家就 因为卖家呢 他也不愿意卖了 因为他觉得呢 就是说 我转了手以后 我也酒店装修了 那我就好好做几年 挣几年前 然后呢 有可能我快到装修的年份的时候呢 我才会卖出去 可能啊 很多其实也就这种情况的 那么呢 所以18年19年呢 啊 其实整个酒店呢 啊 低 还有呢 你价值价位也上来了 那么cap rate也降低一些了 所以说呢 整个酒店交易了 交易情况比较少一些 对 然后 20年呢 咱们就是说啊 发生了这个covid的 对吧 pandemic 那所以说呢 啊 数量呢 他交易的这个金额呢 就进一步降低了 啊 21年呢 实际上呢 啊 我们到现在为止吧 10月份 其实我们知道的 就是说 已经有好几个啊 比较大的也 也成交了 啊 其实今年我也成交了一个 还相对比较大的 那么呢 所以说也是 跟这个数量都是相符的 因为20年完全 我们自己也是没有成交的 呃 因为 酒店这个旅游业 跟旅游业也是息息相关的嘛 其实呢 这样的话 旅游业这个数据 也能说明这个酒店的一个情况 对 嗯 我咱们在这里面就 也就 不足一去 所分析这些数据了 因为啊 这个时间上呢 也确实差不多了 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啊 对 对 这个 呃 潘同学说这个 Lowatel 他他说的 他说的很准啊 确确实实实是 就是刚 可能我们讲到那个 Yan Finch那边 这个 这个Lisland的 Lishold的这个 这个酒店的时候 对 他说的说的非常准 是是是Lowatel 对嗯 但是我们去 他是哈密尔等的一个酒店的集团 呃 购买的 其实我们当时也去下了offer 但是呢 呃 本来我们可以拿到的 但是呢 呃 买家呢 就觉得没有地啊 他 就是觉得还是可能跟主流不太相符吧 最后呢 我们放弃了 放弃了后来 呃 哈密尔团那个酒店集团呢 呃 他们拿到了 对 嗯 因为确实酒店呢 这块呢 我们去下的也蛮多的啊 有的乘了 有的也没有拿到 嗯 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 呃 对的对的啊 潘同学说的这个非常好 就是说位置 位置确实很好 他的那个回报其实真的挺高的 他的回报非常高 后来呢 那个呃 那个买家呢 就是买了的 他实际上就买了一个package 他把这个 我记得他是在米三家的Lovatel 和这边的Lovatel 他是一起买的 对 Square One那个 对你说的对 呃 他们他们是一个package买的 买完以后呢 他把这个呃 Yang Finch这个Lovatel呢 他全部做了装修了啊 全部做了装修 呃 全部做完装修以后呢 他这个价格啊 基本上就直接翻了 对 他的药价就就直接翻了一倍啊 我们呃 也去看过的 本来也有人挺喜欢的 但是他这个药价呢 翻得太厉害了 后来就 我们就没有太去touch这个事啊 呃 对 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在 分享这么多了吧 呃 然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 呃 呃 疑问 呃 分食 对 我看见还有一个是 有一个丁同学在问 呃 分食酒店可以投资吗 呃 我 我个人来说呢 可能我的 现金流和资产增值呢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大家追求的方面 呃 当然了可能大家觉得就是说 如果能同时达到那就最好 对吧 但是这个真的非常难 那么呃 就像咱们去买个买个好地段的房子 那么呢 你可能真的是争执保持能力特别强 但是呢 你的现金流一定不好 因为你房子本身贵地贵 那么呢 你租出去的 虽然也比别人高 但是你那个可能租售比肯定没有外面小城市好 对吧 那么呢 呃 分食酒店呢 呃 这个我投不投 我觉得看个人需求 呃 如果说是呃 您对那个酒店 那个地方啊 呃 那个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那么呢 你投一个分食酒店 那我可以去 呃 每年住上三周 对吧 呃 那我挺开心的 对吧 呃 也可以的 呃 但是呢 我们在这边侧重讲的 还是就是说 咱们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 呃 主权的投资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呃 分食酒店呢 其实呢 我知道了呢 呃 呃 COVID呢 其实呃 在北边的一个分食酒店呢 呃 其实他就呃 说实在话 他就倒闭了 因为呢 呃 为什么呢 那个分食在北边 他在Houseway那边 然后那个分食酒店呢 他大概是呃 呃 一万多个业主 一万多个业主 他有这个 两百多套 类似于townhouse的这种啊 就是说呃 分食酒店的这个呃 房间 他两百多套 每一套进去以后呢 他还有这个呃 就是说 两边 还有两个门 每个门里边呢 还都是两室 两室一厅 呃 呃 有厨房 有洗手间 就是相当于是呢 你一个门进去以后呢 你又有单独的两套房间 呃 这个呢 在Covid的期间呢 因为 分食度 分食度假的这些业主 都不交钱了 很多不交钱了 完了以后呢 这个呃 管理公司呢 呃 运营不下去了 就宣布破产 那破产了 后来就拍卖了 拍卖了啊 也是 就是说 呃 我知道了 就是说老外和这个中国人呢 他们一起啊 把他买下来了 买下来了 其实呢 我觉得大家呢 其实倒还有机会 因为呢 我跟他们也比较熟 他们准备呢 把这个呢 就是说 比如说两百多套啊 他们正在进行 就是把它拆成 把它拆成这种 就是说呃 度假屋的形式的 那么呢 其实卖出来以后呢 卖的也不会贵 那么呢 呃 位置也蛮好的啊 就在和那个 哈树外里非常近 非常近 呃 那么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联系联系我 我也可以去呃 就是说帮大家去呃 问一下这个这个事 他们呢 大概呢 跟政府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呃 那么呢 可能一套啊 他们啊 我估计啊 我估计可能 呃 就是我说的一套 就是说 一个门进去啊 左右分两两侧 相当于是两套的 我估计他们也就是 卖个四十来万吧 啊 呃 如果说是呃 裁分成功的话 啊 政府还是比较支持的 对 但是呢 现在主要的 呃 我知道他们是跟政府 在讨价环境 是说是这个车位的事儿 对 呃 那边的位置也不错啊 呃 就就状态很好 他那个分市独家酒店的那个里边的状态还蛮好的 对 是这个车位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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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状态了 是这个车位的事儿 对 是这个车位的事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